經過爺爺和老爸,兩代人文景知智的原始積累 到了漢武帝劉徹接班的時候,已經加大業大 劉徹可不想當一個平庸的富三代 他有報復,有野心 後來事實也證明了他更有能力 劉徹上任以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選拔人才 他在全國舉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選拔考試 一名叫董仲舒的儒生就脫穎而出 當董仲舒把一套完整的儒學治國理念丟到劉徹面前時 劉徹心服口服 後來他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 罷出百家,獨尊儒術 使儒學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一直延續了2000多年 對中國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過,有一說一 獨尊儒學也有他的弊端 就是不利於思想的多元化 從漢高祖劉邦開始 西漢和匈奴就保持著一種聯姻的關係 但是匈奴並不知足 仍然時不時的就來騷擾一下大漢的邊界 搶點錢啊,牲口啊什麼的 劉徹也一直都看他們不順眼 有一次他就聽說 在西域一共有16個國家 其中還有一個像大漢朝一樣 仇恨匈奴的國家叫大肉汁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嘛 劉徹為了與大肉汁取得聯繫 也為了探索一下西域那片神秘的土地 他就派張謙一行人出使西域 看看這張地圖 如果想要到達大肉汁 就得先穿過匈奴 張謙是一個倒霉孩子 剛一進到匈奴的地盤就被抓了 面對匈奴的審問 他當然不能說 我是去聯合大肉汁來對付你們的 於是張謙就說 我是去和大肉汁做生意的 不好意思啊 就是路過一下 匈奴才不信他這套 但是也沒有殺他 也沒有放他 把他軟禁了整整十年 這漫長的十年 張謙就像匈奴人一樣 木馬放羊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 終於有一天 他找到一個機會逃回了大汉 雖然沒有完成當初聯繫大肉汁的使命 但是張謙卻帶回了大量西域和匈奴的信息 這些國家不同的風土人情 與豐富的物產 深深的吸引了劉徹 那麼怎麼樣才能得到這些東西呢 不如就來通過商吧 這種思想 為後面打通絲綢之路奠定了基礎 不過 當下劉徹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 這時候的匈奴蠶雲 名叫伊智查 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 在短短幾年的時間 他不僅在邊界燒殺搶掠 還殺死了漢朝的地方官 挑戰大漢的權威 終於 劉徹不想再忍了 公元前124年 劉徹派大將軍魏卿去討伐匈奴 稍微說一下魏卿 魏卿還有一個姐姐叫魏子夫 兩人原先都是劉徹姐姐平洋公祖府里的家奴 魏子夫是個美女 就在公祖府當中當了歌舞技 劉徹有一次來公祖府 就看上了跳舞的魏子夫 魏子夫上位了以後 弟弟魏卿也跟著入了宮 而且魏卿本人的確也很優秀 又好學 之後就一路平步心云 姐姐魏子夫入宮以後 也生下了兒子劉聚 備受劉徹的寵愛 後來劉徹還廢掉了和他沒有什麼感情 又裝恨跋扈的元皇后成阿嬌 立魏子夫為皇后 再說回這一次 魏卿攻打匈奴 大勝而歸 趕跑了邊界的匈奴 魏氏一門榮耀無限 但是沒有過幾個月 匈奴又跑了回來 於是在第二年 漢朝再一次出兵 這一次大將軍魏卿也帶上了自己的外甥 一代戰神霍去兵 歷史上會打仗的人很多 但是被稱為戰神的卻沒有幾個 那霍去兵他都做了些什麼呢 這一次進攻匈奴 漢朝派出了超級豪華的陣營 但是一幫老將卻都沉寂平平 只有霍去兵一支獨秀 他一個人只帶了八百騎兵 就衝進了匈奴的腹地 端了匈奴的一個老巢 殺死了兩千多名匈奴的士兵 還俘虜了一大幫大大小小的匈奴王 讓匈奴元氣大傷 而這時的他只有十七歲 隨後的幾年 霍去病又與匈奴干過無數次的假 只要是遇到他 匈奴就屢戰屢敗 公元前一百二十一年 霍去病在齊臉山 再一次大敗匈奴收復了河西地區 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通道 匈奴不得不退到了遙遠的大沙漠以北地區 這還不夠 在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 霍去病和魏清又深入漠北 這一次 霍去病將匈奴追殺到了匈奴祭天的神壇 狼居墜 也就是現在的內蒙古境內 在這裏 他帶領著大漢軍進行了祭天帝的典禮 霍去病讓世界看到了大漢帝國的崛起 經此一戰被霍去病趕到歐洲的匈奴 再也沒有能力和膽量向漢朝挑釁 漢朝終於掃出了匈奴的威脅 而這時的霍去病也僅僅只有二十二歲 不過很可惜 可能是天度殷才吧 霍去病在二十四歲的時候就病死了 隨後 張簡又再一次出使西域 這一次 他走了一條新的路線 而這條新的路 就是之後的絲綢之路 之後雄心勃勃的劉徹 又攻打了南越朝鮮西南的一些小國 大大開拓了漢朝的領土 這時的劉徹已經用實力證明了漢帝國的強大 但是也由於連連的征戰 國庫空虛 劉徹基本上掏空了大漢的家底 漢朝內部的矛盾也漸漸的出現 漢武帝劉徹前半生 他的精力都放在了對外開拓上 接下來他的後半生將回歸到朝廷 當年貌美如花的皇后魏子夫也逃不過歲月這把殺豬刀 劉徹新寵叫李夫人 得寵後的他也為劉徹生下一個兒子 李夫人有個哥哥叫李廣麗 沾了李夫人的光當了官 李夫人什麼都好就是身體不好 在生下兒子後不久他就死了 在死之前 他希望劉徹能夠好好的對自家的哥哥李廣麗 劉徹喜歡馬 知道西域大淵這個地方有一種汗血飽馬 本來他是想買的 但是人家不賣 於是劉徹就讓李廣麗討伐大淵搶馬 其實李廣麗沒有什麼本事 他就是運氣好 打到了大淵的時候 大淵正處於內戰 李廣麗就撿了便宜 不僅搶回了馬 還讓西域諸國都臣服於大汗 回來以後就被劉徹封了海西喉 這一下李廣麗就飄了 既然自己這麽牛 皇上又這麽喜歡自己的妹妹 雖然妹妹已經死了吧 但是還留下一個兒子昌映了 都是劉徹的兒子 為什麽魏子夫的兒子劉聚就可以當太子 自己的外甥倉毅王就不可以呢 於是一場陰謀就在李廣麗和他黨女的操作下慢慢的醞釀 一天劉徹在宮中散步 突然看見了壹個可疑的男子 他立刻就叫人去追捕 但是這個男子跑掉了 而宮裏誰都不知道這個男子是怎麽進來的 宮裏莫名其妙的進來了個人 然後莫名其妙的跑了 居然還莫名其妙的沒有任何人知道 劉徹大怒立即就關閉了長安城 發誓壹定要找到這個男子 這時候漢朝成相叫公孫賀 他有壹個兒子叫公孫晉生 公孫晉生挪用了公款被關進了監獄 公孫賀為了江宮底過救兒子 就自告奮勇他去追捕宮裏消失的那名男子 劉徹飛來老大鏡都沒有找到的人 被公孫賀輕輕鬆鬆的就抓住了 當然現在以我們的角度來看 這就是壹個圈套 但是當時的公孫賀並不知道 這個被捕的人叫朱士安 在被捕以後他上書揭發說公孫晉生 和魏子夫的女兒楊氏公主有染 兩人合起來用巫蛊之樹詛咒漢武帝劉徹 巫蛊之樹就是把壹個人的名字寫在木偶的身上 然後埋進土裏施法念咒語 那個被寫名字的人就會倒霉 劉徹聽了朱士安的話就派人去查 在朱士安說的地方真的找到了木偶人 敢詛咒皇帝 結果當然不用說 劉徹立即就將公孫一家全部滅族 公孫賀的老婆就是魏子夫和魏卿的親姐姐 所以魏家也受到了牽連 魏子夫的女兒和魏卿的長子都相繼的被殺 魏家的家族之光魏卿和霍去病也都已經去世了 最後魏士只剩下了皇后魏子夫一人 這還不算完 朝中有壹個大臣叫張聰 和太子劉聚關系不好 他害怕劉徹死後 劉聚尚尉自己被殺掉 決定先下手為強 利用巫蛊這件事情栽贓劉聚 江聰裝神弄鬼 說在劉聚的地方挖出了壹個木偶 劉聚這個人溫厚老實 他怕自己解釋不清楚 又想到了之前被巫蛊之樹牽連的人的悲慘下場 慌亂之間劉聚擅自處死了江聰 為了自保還發動了兵變 而對於劉徹來說 劉聚是劉徹多年培養的接班人 他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殺掉劉聚 但是這時候事情已經超出了控制 現在演變成了劉徹與劉聚兩父子兵戎相見 之後劉聚兵敗自殺 媽媽魏子夫在悲憤之下也自殺而亡 劉聚壹家被滅門 只有劉聚的壹個小孫子僥幸地逃過壹劫 這就是後話了 巫蛊之禍千年犧牲了好幾萬人 等獲勢平息之後 劉聚意識到可能事情也沒有他想了這麼簡單 於是他重新調查整個事件 這才發現自己冤枉了劉聚 但是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風竹殘年的劉聚內心深深地自責 又面對討伐匈奴後國庫空虛 國內日益激化的矛盾 這時的劉聚反省自己的一生 他決定實行負民政策休養生息 這個舉措為政走向衰敗的漢朝 踩了個急刹車 之後他做出了人生最後一個決定 立自己的小兒子劉福林為太子 為了防止當年呂智超貢皇帝的事件重演 劉聚殺了劉福林的親媽趙婕瑜 也就是勾益夫人 並選了四個府政大臣 其中就有霍光 霍光是霍去病同父異母的弟弟 哥哥在戰場上發光發熱的時候 霍光在宮中當了一個小官 他為人謹慎小心很懂得為官之道 慢慢的深受劉徹的信任 所以最後他把小兒子劉福林託付給了霍光 做好了這一切後的漢武帝劉徹 也走到了人生的終點 漢朝帝劉福林是一個值得期待的皇帝 他年少有為和年輕的漢武帝很像 在霍光的幫助下把國家治理的有聲有色 緩解了漢武帝末年的社會矛盾 但是他只活到了21歲就病逝了 而且又沒有兒子 霍光這時候已經成為了漢朝的第一大全臣 他就選了劉徹的一個孫子劉鶴來接班 但是劉鶴不爭氣 還沒有登基多久 他就開始好吃懶做荒淫無度 霍光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自己選了個什麼東西啊 能立你也就能廢你 所以只當了27天皇帝的劉鶴就被廢掉了 之後被趕到了江西做了海昏侯 因為是被廢的嘛 所以就被稱為漢廢帝 廢掉劉鶴之後又該選誰為皇帝呢 這一次霍光找到劉病儀 也就是後來的漢宣帝劉鶴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歡迎點擊訂閱 打開小鈴鐺 新的視頻就會在第一時間通知到你 下次我們接著說漢朝 下次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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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準確 請問到這裏